大家好 我是白杖哥哥 我身边几位都是香港失明协讯会的吉祥物 有白杖姐姐和点智冰冰 今年由我们总结一下 2020年至2021年工作的重点 疫情持续的确影响到恒常的工作 不过就让我们发挥到想象和创意 维持既有工作之余 又在不同项目之中开拓了新的服务 就等我白杖姐姐讲下在疫情下 协障会怎样关注资讯无障碍 好像在2020年4月 我们就为本港10个新闻相关的APP 进行无障碍程度测试并公布结果 希望大众关注资讯无障碍的重要性 我们也注意到视障人士很多时会用外卖APP 所以选择了10个常用外卖APP进行测试 更二次创作影片 外卖无障碍等多些人留意 政府推出领取口罩 申请补就业计划等的网上登记系统 但是我们发现当中有无障碍程度不足情况 令视障人士使用上有困难 所以透过社交平台和向有关当局反映情况 我们更将无障碍关注推向国际 在网上举行有关亚太区的无障碍网页 及手机APP问卷调查的发布会 多个国家参与问卷调查 亦有过百人参与今次网上发布会 当然不少得提供抗疫资讯二线 等视障人士随时收听抗疫小贴士 由内容构思、采访工作到节目剪接 都是由视障人士负责 讲完关于资讯无障碍之后 就等我讲下协讯会就业支援的工作 我们在疫情之下 帮助有经济困难的视障按摩师 推出有预售概念的响明天按摩券 令到他们先有短期的收入可以度过疫境 我们也推出两期视障人士就业关怀计划 照顾了18位视障人士做我们的协讯大使 向他们提供短期实习和津贴 令到他们可以有收入和累积经验 跟着等我点字冰冰和大家讲下协讯会 如何关注会员家居卫生 在疫情之下 会员对于个人卫生和家居清洁的意识提高了 所以我们也获得资助推行 视障人士抗疫支援计划 为独居或没有建设家庭成员的视障人士 提供家居清洁服务 和讲解家居环境卫生的知识 有100个家庭受惠 因为疫情影响 实体活动要完全暂停 但我们除了透过网上和会员一起进行活动 有网上攀任班、亲子、小手工等 也将新春联欢活动改以网上直播方式 和会员即直互动 另外,我们冲出香港 和海外义工合作 举行网上游览台湾故宫博物园 等会员安坐家中都不觉得悶 讲到这里,大家都知道 协讯会过去一年做了很多工作 香港新美人协讯会将会继续与香港人同行 希望大家继续支持我们啦!